HELLO 大家好,我是大石熊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TwitchBBD還有Discord 好,在天氣節 又曾在臨官方公告五隻 阿秋、胡元碩、顯魚超、以馬跟無相的神兵技能 我們先看阿秋的部分 雷星離岸 巧蟹如簧,那回合開始的時候 回合開始的時候 十字七格範圍內有敵方角色的時候 你可以獲得巧蟹的buff 那這個巧蟹的buff呢 是射成-1 然後物攻又提高8%到最多最多到15% 當你主動攻擊產生暴擊之後 你的神兵冷卻會使用-1 這個技能我覺得對阿秋來說非常的好 為什麼?你看你 只要在十字七格內有敵方角色 你就直接獲得這個buff 那這個buff直接射成又-1 然後物攻又提高8% 最低最低就8% 你產生暴擊傷害之後 你神兵技能冷卻-1 老實說是蠻好觸發的 我覺得這個神兵技能蠻值得開的 好 在忽言說 無骸方向 碩骨切金 那 它是 非 遁地的情況之下呢 你暴擊率呢 和 暴擊傷害會加5%最多加10% 那你行動結束的時候呢 如果自己的buff大於等於5 至3個最多最多是最少最少是3個 你就可以直接打完敵人之後 又可以獲得盾地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增加 忽言說的生存能力啦 總之就是忽言說就是要非盾地的情況之下 我記得天賦物攻才會提高 然後再搭配神兵技能 這個情況之下 暴擊率跟暴擊傷害才會提高 好 再來是 然後神兵結言 技能部分是 輸血解敷 你氣血小於等於80%的時候呢 你物攻 會提高8到10% 那你氣血血 血雲超氣血小於80% 應該蠻容易的啦 那 在你有屠鹿的buff的時候呢 你現在的 debuff是無效的齁 可是這個無效呢 是警線可被無絕影響的 debuff齁 那再來就是 你神兵技能升到滿之後呢 你移動也可以加1 好 好 那 除了強力的輸出啊 那 多增加強力的輸出啦 那你氣血掉機的時候 物攻也相對會變高一點 就是有點 因為 鮮魚超的打法本來就是 有點這樣子啊 好 不過對我來說 因為我 我沒有特別練 鮮魚超啦 如果是阿丘 抽到的話 我也想要先射阿丘 好再來是 銀馬齁 九峰 呃對不起 九峰 鎖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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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神兵技能齁 是陸力同心 那回合開始的時候呢 你的孝雙 諾與孝雙在兩個範圍內呢 恢復雙方20%到40%的最大吸血 哇 那滿不錯的 好 那銀馬跟孝雙死亡的時候 對一圈範圍內的所有敵方 施加磁黃跟流血喔 然後持續兩個回合 並對孝雙或者是銀馬 施加基一二或生物二的狀態 OK 持續兩回合 我怎麼覺得好像還好 是我肉看了什麼嗎 呃 你可以 孝雙死掉之後啦 你就可以讓銀馬 被施加基一二跟生物二 嗯 持續兩回合 就是還可以啦 主要是恢復氣血 不過這邊 看起來就是沒有增加攻擊的 對啊 沒有增加攻擊的 嗯 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欸 呃 算是還可以啦 因為我覺得 死掉 你是要磁環留一些 好像還好 總比沒有好啦 因為原本的孝雙死掉的話 會影響到銀馬 那現在是神兵技能開之後 孝雙死掉會幫銀馬施加buff 然後並對所有敵方 一圈內的敵方施加buff 就是還可以啦 好 無像 他的神兵是幻生百相 那 技能部分是顛效不定 那你攜帶空性的buff的時候呢 自身三格內 有方招收的範圍絕血傷害降低7到15% 欸其實還不錯 其實還不錯 現在 比較有效可以擋範圍攻擊的是小倩 嘛 那你攜帶暴怒的狀態的時候呢 你物理穿透呢 提高到8到20% 那你主動攻擊之後呢 對戰之後會恢復氣血百分比 最低的一名有胖角色 那你失速量是 失速者物攻的0.7倍 然後他整理就是有一個WiFi頭在身上的意思 欸其實還不錯欸 好這邊有禮包嘛 大家記得拿齁 好 那到11月30號 大家不要忘記喔 那 欸老實說我覺得阿秋給的比較好 呵呵 我覺得阿秋給的蠻好的 然後五 我覺得鹹魚超也不錯 然後五項也還OK 其他的 我覺得銀馬沒有到非常好欸 就是 讓孝霜死掉之後 會做一點事情啦 因為就像劍聖的劍魂死掉 他會爆炸嘛 那敵方遭受傷害 然後施加魂創 那現在就是孝霜也有這個 類似這種效果 就是幫人家上debuff 同時 幫銀馬施加 集一二根神火 沒有說 就是他死亡之後是有用的 變成有用這樣子 那跟雙方恢復氣血這樣 恢復氣起來還OK啦 就是 就是以這五隻來說 我不會特別先升一馬 我比較 我比較想要先升阿秋 然後 鮮魚超其實也可以 無限其實也還行 他還不錯 不過神兵技能要升的角色是太多了 好 那這次的神兵技能介紹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底下跟我留言討論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FB TwitchBB裡還有幾次告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掰掰